石头汤 叫做石头汤 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吧 从前从前有一位流浪汉 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肚子饿得受不了 都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音 于是他走到一间浓舍的门口 敲了敲门 想要点东西吃 农舍的女主人 是个自私又视力眼的人 看到流浪汉穿得破破烂烂的 心里非常瞧不起他 就找了个借口说 我丈夫现在不在 所以我不能让你进来哦 想要三言两语 就把流浪汉打发走 冷淡的语气 完全掩饰不了他对眼前这位 看起来像乞丐的男子 有多么的鄙视 这样子啊 流浪汉说 那你要不要用用看我的炖汤石 他一面回答 一面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块毫不起眼的鹅卵石 炖汤石 女主人一听 眼睛忽然亮了起来 对屋外衣衫衫的陌生人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是呀 流浪汉说 如果有一个装满水的大锅子 再烧上一把柴火 我就可以示范给你看 这块炖汤石要怎么用了 这块炖汤石是一个宝贝呀 你只需要这块石头 和一锅煮沸的滚水 就能煮出一锅香喷喷的 全世界最美味的石头汤 还是你让我进屋子去 用我的石头来试试看 只要用一锅滚水煮一煮 今晚你的丈夫就能尝到 全世界最美味的汤了 女主人虽然还是有所怀疑 但是抵不住好奇心的驱使 和一顿美味佳肴的诱惑 她还是把门打开了 让流浪汉进了厨房 他们很快地煮好了一锅滚水 流浪汉把石头丢进滚烫的水中 煮了一会儿 接着她装模作样地摇起一汤勺 浅浅地尝了一口 还需要加点盐和一些大麦 她说 当然啦 如果你家里还有吃剩的奶油 可以加进去 那就更好了 女主人听从流浪汉的指示 把所需的食材一一加了进去 流浪汉又尝了一口 哦 好喝多了 她说 但是要煮出一锅好喝的石头汤 还需要再加点蔬菜和马铃薯 你家的地窖里没有吗 哦 有的有的 稍等一下 女主人对着锅神奇石头汤的期待 越来越高了 她匆匆跑进地窖 很快地抱着一大堆的马铃薯 红萝卜和豆子回来 加进了汤里 又再煮了一会儿 流浪汉又再尝了一尝 好极了 石头汤差不多已经要煮好了 她说 这块神奇的炖汤石 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但是可惜缺了点鸡汤和鸡肉呀 不然这锅石头汤就完美了 女主人听出了流浪汉话中的意思 她跑去鸡舍 不久就带着一只刚刚屠宰的鸡汁回来 炖汤石呀 请展现你的魔法吧 女主人边说边把鸡肉夹进炖汤里 请给我们一锅完美的石头汤吧 当鲜美浓郁的香气传了出来 他们知道石头汤已经大功告成了 女主人为她自己和客人都各盛上了一大碗 两个人吃得大块朵仪 心满一足 而且多亏了神奇的炖汤石 他们还留了一小碗石头汤 给女主人的丈夫当晚餐呢 谢谢你的锅子滚水和柴火呀 流浪汉说 外头夜色逐渐暗了下来 流浪汉感觉女主人的丈夫也快回家了 他把石头从锅底捞出来 舔干净 放回口袋 别客气别客气 你有空要再来呀 心怀感激的女主人说 好好一定的 流浪汉回答 接着她的身影就慢慢走远 消失在树林间 从此不知去向 故事就到这边结束 大家喜欢这个故事吗? 你们觉得这个故事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故事一开始时 我们当然会对女主人傲慢 视力眼 用鼻孔看人 自以为了不起的态度 感到反感 觉得很不以为然 不过后来看她被流浪汉耍得团团转 明明是自己出钱出力 准备了丰富的食材 而且用心烹煮 但却还以为 最后能煮出美味的石头汤 都要归功于那块神奇的炖汤时 又不免会觉得她有点可怜 也许是因为她太会算计了吧 总想着自己不能吃亏 而且一定要占到其他人的便宜 所以才让她明明吃了大亏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建议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